开会了开会了 这两天有个朋友咨询我 失眠能够站桩吗 在我们看来 失眠不仅仅能够站桩 而且站桩对它有很好的康养作用 我们先来看看这几个案例 这是我们学员在练功过程中的真实反馈 那么这位朋友学业中午在之前睡不好觉 大家看他的反馈现在睡觉睡得很好了 那么还有一位52岁的严重失眠的 失眠的痛苦 各种滋味无法言说 但是练行一拳练了三个多月 把五脏六腑强化好了之后 基本五分钟倒头就睡的 还有晚上必须在睡前站桩才能睡着的 像吃安眠药一样 还有之前睡眠质量不好 练了行一拳养生之后慢慢改善了的 包括还有反馈学习课程 通过花钱 而且花不多的钱能够买到好睡眠的 当然这只是我们500个案例中的一部分 站在养生的角度 为什么站桩会对失眠有好处呢 实话实说 我觉得现在的人的通病是身体太咸了 身体太咸了 但是精神太累了 不像古代的人 古人日出而坐日落而息 除地耕种 他们的身体很累 但是精神很松弛 我们现在压力多大 站在站桩的观点就是心神不宁 而且五体不勤 精神很累 但是身体很弱 承担不住精神的压力 它就很容易出问题 其实行一拳的练习正好相反 它有站桩有动弓 其实是很累的 会大量的出汗 肩膀累 腿累 腰酸背腾 这实际上是在一个相对 心跳并不太剧烈 温和的状态下 让大家的筋骨外面强壮 同时配合着呼吸导饮 让你的精神放松 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假如你一站桩就一站一两个小时 虽然身上累得腰酸背腾 但是心平气和 精气神温润滋养 它可以很好地平复我们的神经 那还不就倒头就睡 所以其实很多朋友担心自己失眠 你不仅仅是可以站桩 而且在站桩的过程中 还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好处 所以你在以为我给你科普养生的知识点吗 并不是 我是在向你推荐我们的课程 如果你不点击屏幕左下角 学习一下我们行李圈养生的课程 你怎么知道 站桩对你的身体有没有好处